為何這麼多東西不選擇要選擇電車呢? 有沒有原因? 首先因為自己往往都是住港島 而且住港島通常都會見到電車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也有機會坐 那這條路是怎樣開始? 這條路是回顧當年1980年代 香港的懷舊以前不是很熱的 而我一向都好像普通小學生那樣 或者是普通學生 都是有一個共同的嗜好 收郵票 我那次八百年那段時間 我香港也是正常地去一間懷舊店買郵票 給我買了一張明信片Postcard Postcard我本身是買它的背脊 背脊有一個郵票的歷程 買回來之後 回來才慢慢看後面 你妹仔大的主人樓 對,現在妹仔大的主人樓 我一看 咦,這傢伙是什麼 回來再問一問 你很久找到這樣的東西 就是比較玩得久一點 他說這家就是當年的 阿力山大廈 現在改名叫做阿力山大廈 這張東西就令到我的人生 改變了 這一系列的作品 其實就是 有一個 sequence 左手邊這張就是 第五代的電車 就是戰後形電車 然後第二張就是第六代的電車 就是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有的 然後到這張就是千禧電車 換言之就是二千年的時候 就新出了電車 其實那時候就出了三四部 但現在現時在街上 就看到有兩部 分別是一六九和一七零 到最後這張 就是第七代電車 這張最主要就是 說到六時的拖卡 那就是這一格是不是 這格是這一格 背景就是剛剛拆了停車場 最中間的就是現在的 渣電車 那為什麼要有拖卡呢 拖卡就是1965至1982的時間 就是想再多些客人 不過不是很受歡迎 嗯 它轉彎的時候會不會 因為它拖著就不是危險 而是很吵和很震 這張就打橫的橋 就是現在的所謂俄頸橋 現在的俄頸橋 我們現在的俄頸橋 下面的水就是現在的打笑人那裡填上 填上來之後 就變成打笑人那裡 我來擦